我今天在這支影片我會直接宣告 今天要是我 我先人跳你 我就講這句話 今天只要是我出自我自願 我先人跳你 我拿出我異國精品代購 加上我退出YD圈 我真的不信今天哪個店家 你被我先人跳你會想說 再拿50來跟我談和解 他們要談和解的時候 我當下聽到史上寫說 我要和他們去警察局 我粉絲問我說 他們說他們願意拿錢出來 我可以影片不要上 你被先人跳你會怕人家上影片 你被先人跳你沒來出禮物 如果你跟我說 你要拿錢給我還要叫我下影片 你不如直接直接來踢爆 我先人跳你會比較快吧 昨日YouTuber 笨版公布影片 踢爆網紅有否希的iPhone15 一般賞涉嫌造假 許多受害者都紛紛出面向笨版控訴 但有否希則公布店內監視器自清 並反控遭對方所討88萬元 聲稱是被社局先人跳並提告 笨版則接受 三例新聞網訪問 透露人生安全遭威脅 被有否希施壓要求下架影片 而笨版也開直播鄭重回應 笨版表示是發當下有否希曾提出 以50萬元和解並不要上影片 但被他拒絕 至於受害粉絲帶人到店求償 笨版表示沒辦法阻止對方 但有告知必須報警 不要私下和解處理 最後笨版也指控有否希釋想 借此模糊焦點 甚至喊出 我先人跳你我就直接關店 加上我退YT圈 我現在這支影片我也直接宣告 今天要是我 我先人跳你 我就講這句話 今天只要是我出自我自願 我先人跳你 我拿出我異國精品代購直接關店 加上我退出YT圈 好不好 我用我這種 更做答賭 好不好 我真的不信今天哪個店家 你被我先人跳你會想說 要拿50萬元跟我談和解 然後我就講他們那時候在談 談什麼 談說他們要談和解的時候 我當下聽到消息的時候 我要和他們去警察局 當時他們跟我講說 我粉絲問我說 他們說他們願意拿錢出來 我可以影片不要上嗎 你被先人跳你還怕人家上影片 我就問你被先人跳你會怕人家上影片嗎 今天是你要被先人跳 你被先人跳你沒來處理我 你跟我說 你要拿錢給我還要叫我下影片 你不如直接直接來踢爆我先人跳你還比較快吧 傻嘍 當天發生在13號拍攝的時候 凌晨的時候 就已經去報案三連丹了 今天如果先人跳你 我敢去做報案三連丹 我敢叫他們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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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敢叫他們去報警 你覺得這件事情不會讓他社會事件嗎 我有什麼身份 我不要說什麼身份 我身價多少跟你玩這一個 你想要玩 我就跟你玩到底 本來我想要這件事情就算 你就賠一賠錢 就沒事就乖乖的 墊墊的就好 錯就認錯 好不好 再一個這個 網友提供號 看清楚齁 很多人在影片中一直告訴我 說 這個 這個所謂的店長 一直靠近籤筒 這個所謂當時丟牌籤筒 有人就指出 在十九分四十秒 大家去看的時候 這千筒長這樣 二十分二十二秒 這個店長跑來這邊來 有沒有 二十分四六秒 千筒的筒變不一樣了 請問這什麼動作 我不知道 你要幹獨桌子 我也會啊大哥 來有否系 這是你吧 沒事我這邊有人認識他 我會處理齁 我當時報出英文 報出這個影片的時候 處理什麼 對你處理了 你找了很多兄弟來跟我談 看能不能死了 之類的事情 可不可以簡單 大肆話講 你不要說沒有啦有否系 我跟你講你敢這樣 我跟你講 今天如果你錯了公開肉 我跟你講我不會再爆你這些料 我在當網紅之後 他埋在他媽媽肚子裡面 嗯 的確 YT界的十足 百萬流量十足 千萬頻道 我什麼大方不大方沒見過 然後人家回頭說 重點是什麼 重點他們沒證據 他就是這種態度 重點他們沒證據 你是說重點他們先人跳嗎 一堆啊 怎麼不說透雨炸子 透雨炸子 人家至少賠錢啦好不好 人家至少有認啦 你也有認嗎 你以為蹦盤正在做蛋糕 他黑的也做一堆自己的正義 來去外面查 只要一個人跳出來 我做黑的 好不好 我跪一下認錯道歉 出一張嘴 你知道我做黑的 你要看我吃青吃人家 以為就我做黑的好不好 你也認識很多兄弟啦 去問問你那些人 有哪個人看過我做黑的啦 我靠帶做蛋糕 我就敢這樣講 我就敢講那麼大聲 仇富 你很有錢是嗎 有否是 很有錢拿出來賠一賠啦 受害者群組齁 這個我跟大家講 去看一下我的IG的線動 有多少人 跟你有同樣一模一樣的事情 目前我收集的受害 大概已經有十幾位了 金額最高有一筆七十萬的 我今天要是敢先人跳 我不敢那麼大動作啦 這跟私了就好了 我根本那麼大動作跟你玩 有問題是對我來說 可大可小 說實在我根本沒有想管後續 對我來說 我就覺得 你們吃吧吃吧 你錢賠一賠好沒事了 然後你現在說 你 從昨天我聽到他說 說我先人跳的時候 他跟其他粉絲講說 他被先人跳的時候 我就了X了 我就直接當天晚上都發個IG 就是我要直接創群組 我要讓所有受害者 一直起來提高他 我就要告人家中炸雞 今天如果是一個人說他不好 我覺得那沒話題 超選我的92號的這個群組 目前才500人 有很多都是來看戲的 我知道 但受害者裡面 目前我們收集到 所有對話記錄 轉張記錄 以及你怎麼操作的手法 都是一模一樣的事喔 你是戀才是詐欺 有法官去判斷 好不好 我這邊都掌握資料 我認為啦 這件事情 判斷方式很簡單啦 我當下 拍片的時候是13號 發影片的時候是15號 昨天發的 事隔相近兩天到三天的時間 到今天他反應說他被先人跳 你當下就該反應了 而且你還是大網紅 你還是網紅 澄清了百萬流量網紅 千萬流量網紅 你怎麼可能 當下會直接說我要賠錢 還找了 兄弟的人說要來談和解 要失了 而且你不是找一個喔 你找了不知道多少個人來跟我談 你覺得你們 如果是你們啊 你們如果是你們啊 你們說你們啊 你們覺得有可能嗎 你們可能會來嗎 來說過 你被先人跳你還說要賠錢給我 當下不是摸摸的就說 那我賠50萬 我影片就拍在那邊 你自己去看就好 大家自己去看 不要說 誰流量高誰流量小 誰在導風向 看影片說話 第二件事情 我們就講這個受害者好了 你們誰敢出來 站出來說 來我來去弄 有否吸 還不是一般人弄一個網紅喔 你跟他如果沒有生仇大恨 不是殺父仇人 你會這樣弄人家 還要去用到報警 還把我請出來 去拍影片 這支影片接近百萬流量了 誰敢玩這麼大的事情 我跟他就連我啦 我都不敢這樣玩啦 我就講 就連我都不敢這樣玩啦 我就憑這兩點 我就不相信他到底要凹什麼 那你 為什麼要花錢請我下架影片 為什麼 你為什麼要請人家 花錢跟我下架影片 我當下也克制了自己的脾氣 不想去弄他 所以我就直接走 但我走之後我發現 他也在裡面 好像不該把他丟在裡面 所以攝影團隊走之後 我又回去 他們就在談 要賠50萬的事情 然後我說我影片要怎麼辦 我說 你們賠償歸你們 為什麼關我影片怎麼做 我的影片不是拿來給你們做 賠償的 一個頻段的方式 你懂嗎 所以我說那不要拿 你就拿你損失的就好 他也說好 粉絲也說好 後來可能跟朋友講 幹嘛 講到不開心 又跑出來 要這條錢 那我 我不是 我不是里長 我不是總統 我不是議員 我管那麼多 但我跟你講我已經算有責任性 我當下也是打電話 那個人去 粉絲去報警 一般展霸料說 你設局找社會人士 去跟他保88萬 如果是我自己設局 說真的 我的個性 應該是880萬 最少 不可能是88萬 不可能是88萬 88萬太少了 對 88萬太誣辱我 你知道嗎 我昨天晚上時間就發了 我就講齁 當下我決定拍攝的原因是 我不想再嘗試跟這白癡溝通 我擔心我會 做不好的事 反正我就直接離開 那粉絲當下就有要求 有否心理回太慢了 我早就有跟大家講了 賠償50萬 以後我馬上答應 但我告訴粉絲只能索取該損失的金額12萬 反正當下粉絲當下也尊重我決定 就離開了 當晚我收到通知 粉絲認為郵金的賬片金額不當 所以他又找人去 找朋友去跟郵 討論賠償金額 我收到消息以後 打電話給粉絲 請他們去警察局備案 才能得到保障跟不受社會觀感 這是我那個做法 這我在昨天早就已經PO了 不用等到今天早上齁 我早就跟大家講齁 我要跳你的人 我乾脆直接弄到你 趕快把錢收一收就好走了 我來叫你去警察局 有點邏輯概念好不好 今天若是你們弄現一跳一個人 你會希望趕快去報警 去警察局解決 去給警察做備案 不要支持一下解決 我是不知道有否悉是不知道這件事情 但店長那時候問說 給多少錢 我影片可以不要上 然後你跟我說這叫恐嚇取材 啊是我 我懂意思啦 原來我上影片是恐嚇 是這樣意思啦 原來我把影片PO出來 是恐嚇你們 所以我拿著去跟 他們拿著去跟你要錢 我 就這樣恐嚇取材 是意思 他邏輯是這樣的意思是吧 我認為啦 你現在只是想要用這種 對於一般民眾來講 你們不懂報案是什麼狀況 這個是警察受理的三連丹 讓他報案了 會不會成 不知道 反正我先告再講 我先告再講 我告了之後反正 事情會先模糊掉嘛 就不會一直關注說 他的簽到底有問題 他是不是到底有沒有詐欺這些事情 先把事情模糊到說 他有被恐嚇取材這些事情 每個《頭子》 都順當勢 那個《頭子》 都順當勢 這個《頭子》 都順當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